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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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子料是很難學的 他不是靠背的 他是靠那個 那個是精神的 我們現在所說的橫綿迷藥 所推的地方不單單只有橫綿這個鎮 其實他在大光之前 他就到滿洲那邊 參加滿洲協會的一些民謠的活動 那也有到國外去做交流的活動 那阿公 他起初是為了 要讓家庭的家計轉好 因為他自己帶了六個小孩 他得到不少獎品 獎品去兌現 那後來他一直要想得名 可是覺得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畢竟流行歌曲 他找不到他的走心在哪裡 那時候有民謠組 所以他參加了民謠組 他發現民謠是他能努力 而且值得去投資的歌唱的領域 所以他從那時候很自然 由這個因緣轉到民謠這部分 五十八歲那一年 第一次得到民謠組的冠軍 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展類點 我們一知道 其實是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選擇 所以他也覺得家庭 我們有各種擺進去 他吃過苦 他的人生並不是那麼的順遂 所以他讀書讀兩年就輟學了 然後去舅舅家當長工 剛好幾年之後 他開始往豐港還有牡丹那邊 開始在當木炭工 住在工寮 所以阿公你看喔 他雖然那麼辛苦 可是他現在把他轉化了 他跟我說 不要吃過苦 沒辦法唱出朋友煮米 我們人家唱這個朋友 他會說很好聽 就是對這個小時候 是到這個肝褲 有一個肝褲 是人家吃飯 還有沒有什麼照顧 三成人吃 這種肝褲有堅果的人 唱這個朋友 所以他們才可以 進去考慮 考慮 因為要來這裡唱音樂 就做一些新歌 新歌的情 日理基業的一直在想辦法 要用什麼音樂元素 把它摻雜在我們的米牙裡面做推廣 把它變成一個比較方便的路徑 所以北部的明章老師 還有顏永能老師 但是我們都一起要約進來 也是因為阿公 他有辦法 他有那個廣度 他有那海量 把這些元素都帶進來 當初在等於說 在評鑑國寶的時候 他曾經跟我說 我所想的國寶 不是有那個名字而已 最主要 阿民謠 有人撒作國寶 我們鄉純民謠 就有人看到 就是對我們一個困難 所以 為什麼我會很主張 這個民謠的國寶 會對 不會對 不是在意我的國人 是在意 我們的民謠 有人看到和困難 其實看阿公在帶 玄孫玉璇的時候 很有趣 那吳石濤跟他講說 阿公你不要急 他還可以不急 我很煩惱 我煩惱 我煩惱 有很多困惱 還不敢在 我還在等 我的兒子沒有 我的孫子沒有 我的孫子只有孫子有一個 好 當初他是帶四個孫子 就這樣一起唱 可是就是玉璇帶菜 他說 真的是老天爺 給他最大的賞賜 他說 我們玉璇今天有團隊 有真的 所以 我好久不見 要改靠 因為不同的時代背景 不同的生活元素 他就有不同的詮釋方式 對 朱金順老師他 從來沒有這樣子 就是說 堅持說 只有什麼才是對的 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交融的 兼容并序的個性 造就了他在 恆春民謠演唱上的特色 阿公他很樂意分享 而且後期他把民謠當成事業 可是更偉大的價值 他把事業變成置業 他說 不可以再分 誰對誰錯 因為大家都是 同樣的目標 同樣的做法 做同樣的事 就是要把我們的民謠傳下去 然後他說 一定要把我們的民謠 再和全世界人 聽得懂 樂琴是台灣的經典 那麼有特色的東西 你只要一談樂琴 他就是台灣 我覺得他教了那麼多學生 在各地方去發展的話 恆春民謠會越來越發展 會越 他已經不會 不只是在恆春了 老爺就無聊 老爺就要正義 所以要教我們這些事情 我最佳人最佳人 好 我最佳人最佳人 我最佳人最佳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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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